农历春节将近,金融机构是大量现金的极限地 尤其是银行存放提领现金 预理分局继1月10号实施超商补超保全人员防抢演练后 为了预防金融机构防抢案发生 在18号上午10点在花莲第二信用合作社 预理分局再度进行防抢演练 强化远景的处置及应变能力 一名歹徒先悄悄跟在洽工民众走进营业厅 观察营业厅内情形以及周遭环境 接着另一名歹徒持枪跟着进入大喊 趴下不要动把钱交出来 现场行员民众吓到立即顿向 而一名歹徒持枪控制在场人员 另外一名歹徒趁乱中朝着营业厅内开枪威胁 并从行员处顺利得手现金新台币200万元 银行员趁歹徒不注意触动锦铃大作声响 歹徒惊吓迅速驾车逃逸 随后勤务指挥中心接获锦铃连线通报 立即派遣预理派出所远景 赶到现场封锁彩阵 并且调阅现场的监视器画面 如此逼真的现场 原来这是玉立分局办理的房墙演练 更是特别针对银行进行这场的演练 主要目的就是过年就要到了 银行是大量现金金流的地方 为了预防金融机构房墙发生 以及让行员手忍防护机制 加强柜台人员自我防卫意识 玉立分局也提醒民众 有大额存提款或者长时间外出情形时 可以向辖区的派出所提出申请护钞服务 以及举家外出加强巡逻请务 警方会派员执行护钞 以及加强住居所周边巡逻 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身体以及财产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